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山山养花,我是山山 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山山给大家介绍过不少的养花经验 而想要咱们这花养的好花肥呢,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黄豆淡肥,果皮酵素,桃皮水什么的 那今天咱们再一起来好好地聊一下怎样用香蕉皮欧肥养花 因为香蕉皮里面含有大量的鳞甲蒙等元素 所以说香蕉皮养花呢,它做成的肥料可以说得上是上好的鳞甲肥 如果咱们家里有开花的植物的话,您真的不妨去学习一下 用香蕉皮养花一共有三种方法 那这第一种就是把香蕉皮混着硫酸亚铁放进清水里面进行发酵 做成腐熟的营养液 这样做出来的肥水不仅含有大量的甲元素,能够很好的养根护根 而且因为加入了硫酸亚铁的原因呢,它还可以改善咱们土壤的盐碱问题 除此之外,硫酸亚铁还可以加快肥水的俯收时间 那为了能够让它们更快的发酵呢,咱们把香蕉皮放进瓶子里之前 最好是先把它们剪成一个一个的小块 然后再放入适量的硫酸亚铁 这个硫酸亚铁和清水的比例用一比一千就行 那像有些花友家,可能家里就没有这个硫酸亚铁 那您可以取一点点红糖来代替它,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现在还需要来帮助他们的时间 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它们就是在冰箱上,在冰箱上 就像冰箱上冰箱的一样 材料铁人生吗? 就是冰箱的一样 现在已经冰箱的一样 在冰箱上,冰箱上冰箱的一样 用冰箱的一样 更好的冰箱的一样 冰箱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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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把香蕉皮还有硫酸亚甜水 灌进瓶子里面之后呢 还要记得不要灌的太满 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在密封前 这样捏一下瓶身 让它能够扁一点 这样等它胀气的时候 就不容易胀的太过分了 把这个瓶子 那做完了这些之后呢 咱们还是像果皮水一样 把它放到太阳底下去进行发酵 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用了 除了把香蕉皮做成营养水 咱们还可以把这个香蕉皮 勾制成腐质土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咱们把这个香蕉皮切碎了之后呢 随便找一个大一点的桶 那我这个是为了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只能找来这样一个小的透明的 这样一个桶 是为了给大家看得更清楚 那咱们在这个桶笔先铺一层土 然后再铺一层香蕉皮 就这样一层土一层香蕉皮的交替着装满桶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再把它密封起来等它发酵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香蕉皮和土的比例 它的厚度的比例呢最好是1比4 另外咱们这个花土里面 咱们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 去掺一些什么烂书液呀 或者是鸡蛋壳 那样能够让它的营养更丰富 用香蕉皮做腐质土的发酵时间呢 可比做肥水的发酵时间要长很多 少说也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不过咱们发酵完成之后呢 把土混合均匀 不管是用来当做底肥 还是掺到咱们这个花土里面 当做营养土 都是相当好用的 说完了麻烦呢 咱们再来说一点简单的 那就是直接把香蕉皮 放进烤箱里面烤干 或者是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也可以 这样再把它弄碎之后呢 放到咱们这个花盆里面去养花 不过这个效果肯定会弱不少 那另外还有一些花油呢 会直接把这个生的香蕉皮 埋进这个花盆里面 让它在盆底去发酵 这里删着真的是不建议大家 去这样尝试 因为这个办法或许是有用哈 但是烧不注意的话 反而会造成烧干 到时候更麻烦 好了 本期用香蕉皮做养花肥料的办法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还是以前那句话 妙招可以用 但是一定要多尝试积累经验 另外果皮发酵的时候呢 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而胀平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放弃 以及在操作的时候 你怎么会用 你怎么会用 然后在这样的